明尼聲響起消防隊員全副武裝奮力衝上7樓 抵達頂樓接續拉起10公斤水袋再衝下樓 和隊員擊掌接力 擊掌擊掌 277 277 基隆消防局訓練隊員的體能 也培養團隊的默契 特別舉辦登高望遠爬樓梯比賽 一共吸引40人組成10隊報名參加 不只比速度還要比誰的氣量消耗最少 難度就是報名 報名就是最大的難度 這邊今天參加的大家 都已經克服心理最大障礙了 重的重裝備的任務 那已經要進火場了 那一定會是很喘的狀態 那經過這樣子的訓練 可以有效調節你的心肺系統 那絕對對進火場有幫助 我們消防同仁在救賽的時候很注重的就是體力 我們在被SCBA 就是空呼吸的時候 所耗的一些心肺耐力 還有一些各項的大肌群 都需要在平址常常去做訓練 然後也應用在各種災害應付這種發生 其實我們這一次辦的一個登高望遠爬梯比賽 主要就是讓同仁在體能的訓練還有心肺耐力 能夠有更加互相有一個競爭 然後彼此向上的一種環境 然後給大家去做一個比賽競賽 爬到七樓 還要拉起水袋 從一樓拉到七樓 考驗隊員全身的肌耐力 在氣量跟肌耐力的平衡當中 就是能夠獲得名次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 也就是我們在火場之中 能夠再進行救助或火場救援的一個協調性 你如何在要用最大的一個肌耐力 然後但是你要節省你的氣量 然後使用你的工作時間延長 這是我們訓練的主要的一個宗旨跟目的 火場瞬息萬變 消防隊員搶救他人 也要先學會自保 這一回消防局舉辦爬梯比賽 要訓練隊員的體力 也和同隊隊友培養默契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 有沒有真的很喘